落實真普選,明天舉行大遊行 準備參加普選的陳淑莊昨日扮鬼扮馬 以一身民主粉紅女王的形象做街頭劇 宣傳公投之餘,還向小朋友灌輸 廢除功能組別的信息 而公投運動聯委會 趁陳淑莊是《基本法》頒布20周年 決定是明天舉行落實真普選遊行 3點鐘維園是用回03年遊行的路線 由維園出發去回政府總部 真是提回我們自己 事實上還政於民 我們真真正正等了很久 普及和平等的選舉 20年前已經以承諾 這個承諾是要兌現的 究竟是要拖多多久呢? 黃毓民都說 全國銀大兩道否決本港 在0708和2012年落實普選是違憲違法 呼籲大家出來遊行表達不滿 她很大機會會回九龍西參選 一直說要追擊她的白姐姐 昨天就在九龍西一間酒樓拿提名 她說幾個鐘已經拿夠提名了 所以一定會去馬 還選在星期四下午報名 要和毓民撞到正正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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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